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您的永远每眼 都看不到日 您的数光 后才 无数个夜里 独自而且 只有那一束光 我在月光下写下了这段歌词 人风将它吹到未知的地址 总有人能和我感同身受之质 他会读懂我写的这段故事 还记得在我能够记事的时候 记得所有幸福陪伴在我左右 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 当我整天扯着父亲一手拉着母亲衣袖 可是生活总是充满了各种悲剧 父亲差点被在公司所望的好友 陷害入狱那些坏机遇之后还在继续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花光了家庭所有的积蓄 那是中考的那一年 我从我的母亲口中 得知父亲查出癌症需要手术 她的表情抽搐 每天每夜在病房守护 我曾做过一百个梦来梦见 那是医生的寇 每个夜晚我的抬头望着天上的星星 祈祷父亲能够平安出院 出现回我身旁 母亲告诉我说孩子你要坚强 擦干泪流的脸庞 男儿就该挺起胸膛 写到这里 我得感谢上天 眷顾着你故事俯首跪拜苍天 让我想过的梦过的盼过的念过的 全都实现了 然后伤过的痛过的 贪过的变过的全都再见了 三年高中 我又占住了三个学校 心绪高高还算成功 成为了父母心中的骄傲 到了大学 又转了两次转业 也导致浪败的态度 学分多了为你我才毕业 或许是命中注定 命途多舛 又或是老天爷天生对我不满 我开始不安 心中背负家庭的负担 每个夜晚只有月亮 明白我的孤单 我穿过黑暗的夜 却看不到灵明的曙光 哦在无数个夜里 独自煎熬 只有那一束光 明亮配照 闷了子夜悄悄来临四周 寂静无声的时候 我总是独自一人坐在床前的床前 那个窗帘没有玩家 通明的灯火只有穿白 无下的月光照射 映入眼帘 我开始回忆起过往的一幕一幕 清晰不已未来的路 脚下一步一步漂泊不定 直到去年冬天不接起 父亲打来的电话 电话那头夫妻语气非常激动 啊 当我听闻到母亲被车撞的消息地铁上 我的泪血再也止不住的往外流淌心碎 这次又一次让我感冒到生命的珍贵 我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和家人朝夕相对 我也做过了错过了 令我后悔终生的事 也在逗了过罗宝盒之后又再重生一次 可是人生还是照样一天接着一天活 那些不好的过去就让它一片接着一片过 我穿过黑暗的夜 却看不到黎明的曙光 在无数个夜里独自煎熬之 有那一曙光月亮陪着火 我穿过黑夜 却看不到黎明曙光 在无数个夜里独自煎熬 只有一束光 在无数夜里独自煎熬 只有一束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